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230万华侨全力支持中国抗战 据华人领袖陈嘉庚估算 全面抗战最初五年 南洋华侨直接汇款回国给家人 加上一捐之数达到了50亿元 而1939年国民政府全年战费不过18亿 新加坡成为南洋的抗战中心 不仅如此 更有许多华侨回到中国投身抗战一线 为了报复新加坡华侨华人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日军对新加坡华人展开了残酷的肃清行动 5万华侨惨遭杀害 1942年2月15号新加坡沦陷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便出示一份布告 要求所有新加坡18岁至50岁的华人男子 到四个地方集中以领取良民证 这个过程被称为检政 但是当人们到了集中地点却发现 等待他们的是一群蒙面人对所谓反日分子进行指认 2月17号 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凤文下令称 将潜伏着的持敌对态度的华侨连根铲除 2月18号残酷的大肃清开始了 被指认为反日分子或是没有通过检政的华人被五花大榜压上卡车进行处决 而许多被压往海边处决的人尸体被海水冲走再也找不回来 海边枪杀是每个人五六个人一串 尊在海边面向海背向海滩 日本兵队就架起机关枪在他们的后面扫射 全部杀光 为了确保这些人都被打死 没有一个活的 日本兵还拿着长刀去到那些尸体那边 一刀一刀的去捅 替他们确保他们是已经死掉为止 所以这样的一场大屠杀在新加坡 大概前后持续了一个星期 我一家人两个人给他检证去 我妈妈去那边去中原看 早上还去看 人还在 她说你们不要送饭来 那么下午去就全部不见了 杀到后来 日军为了节约子弹 强迫被杀的华人自己掘坑服毒自尽 或者干脆把人绑成一串装上船 到离海岸十公里左右的地方 推到海里 1946年 夏达肃清命令的山下凤文 被马尼拉特别军事法庭处以死刑 新加坡独立后 当地华侨曾强烈要求日本 对肃清大屠杀进行道歉和赔偿 但最后日本只拿出5000万美元作为赔偿 官方仍然拒绝道歉 1962年2月28号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成立了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遗骸善后委员会 并开始筹建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 和平纪念碑 纪文分别用中文 英文 马来文 印度文撰写 中文部分这样写道 1942年2月15日 至1945年8月18日 日军占领新加坡 我平民无辜被杀者 其数不可胜计 约二十余年 使得收敛遗骨 重葬以此 并树丰碑 永至悲痛 关注我们 你想知道的一切新加坡生活资讯 都在新加坡眼